一段时期以来网络上传言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都出口到国外特别是中国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和夏威夷州等地 记者进行随机采访民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不知道或者不在乎 我不知道是不是转基因食品 也不关心是不是转基因食品 只要好吃价格公道我就买 我们喜欢这种转基因酸母瓜 这种转基因酸母瓜非常好 我们都经常买 美国大豆协会表示 在美国种植的大豆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 产量的一半由美国人自己使用 从1996年美国就开始将转基因作物应用到商业化生产中 除了用于动物饲料 目前美国人直接使用的配方食品中 大约有60%至70%包含转基因成分 据国际食品信息委员会委托专业民调机构 进行的一项持续近20年的调查 仅有2%的美国人认为 转基因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表示不吃转基因的美国人占比不到0.5% 美国人用转基因技术 对农作物食品的形状做出特定改变 已经20来年了 总的来说 大部分美国人对食品安全是有信心的 很少有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有顾虑 对农生说出特定改变 也许多了